水 對的 你要喝水 我都會吃水 副市長邱佩玲 和小朋友宣導防災重要性 突然國家級警報聲大響 你們都比我還聰明 我還不曉得在計謀堂 大家趕緊躲在桌椅下避難 保護頭部 小朋友頭頂著防災頭套 在老師的引導下前往操場集合 在空曠操場等待老師進一步指示 國家防災日演習登場 每年的9月21號也是國家防災日 金融市教育處 消防局 強化各學校 師生的防災應變能力 今年選定中任國小舉辦演練 需要趴下掩護穩住 如果附近沒有桌子的話 要遠離城戶玻璃的物品那些 怕會有高處 會有東西掉落下來 表示老師們教得很好 老師們訓練了三次 小朋友都可以記住 可以看到小朋友的用心 不容易的 那我覺得救災防難 其實像是非常必要 尤其像地震這麼多 還有隨時兩岸的狀況 學校可以用這麼多的心血 還有我們各局處 能夠來協助 是基隆市府很希望看到的 目前發現 那個發現六年一般學生受傷 以及救護主已經在於前往 進行中心處理 狀況假設有學生受傷 學校醫護主將小朋友 台上擔架 送到醫護站進行包紮 兒整個演練相當精實 包括教育處長楊貴傑 消防局長尤嘉義也親自到場 瞭解演練經過 9月21號也是我們全國的全國防災日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防災能夠從小扎根做起 所以我們特別選在中正國小的這個場地 然後請學生來做我們地震發生時候的一些應變的動作 那包括趴下掩護穩住 以及隨手拿一個這個防災頭套 那可以保護自己在地震的應變上面 能夠比較不會受到傷害 那這個是在地震應變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地震防災演練 除了展現平常的防災教育成果 一旦發生時才能夠處變不驚 記者黃燒民基本報導 字幕君 如果有機會讓你一起去